Hello, 我是Calvin 今天我來到Skybaltown 大家住在多倫多 其實都知道 現時多倫多和皮爾區 是Locktown了 前兩天有些朋友告訴我 Skybaltown有些地方還開 所以我今天就來直擊看看 到底Skybaltown有什麼店鋪還在開 現在就是星期三的早上12點 多倫多的Skybaltown 是不是還有很多店鋪開了 已經是Locktown了 那為什麼還開呢? 帶大家去看看 是不是很多店鋪都還在開 現在大家去看看 沒看過那條片的朋友 記得Skybaltown Cro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還有幫我分享出去 我現在進來 其實都不是前面那麼多人在這裡走 可以看到我後面這間電相公司 是開了的 我這一邊也是有電相公司開了的 轉個鏡頭給大家看 其實是一些裝店沒有開的 這間的電相公司也開了 我進來這裡 樓下就是Fookhawk 我們先走去Fookhawk看看 那Fookhawk當然有開了 那些人要吃東西的 對吧? 這裡是Skybaltown的Fookhawk 現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生意都不是那麼好 那當然沒有人樓的時候 這Fookhawk是差一點的 不過其實我也很多年沒有來Skybaltown 這裡的Fookhawk完全是轉了 這間電相公司 這間電相公司 有開門 進來之後 是有 多數 都不是說多數 全部的電相公司都有開 有些藥房是會有開的 就是這個帳戶有開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多倫多和唐華的 其餘區呢 是禁止了 那士加坡是屬於Toronto 那前面的EVGame 是有開的 DHL這裡有開的 當然DHL基本上 是一些 Essential Work 所以是要開的 那除了電相公司 和剛才的DHL 和食物 是有開的 那其餘那些呢 服裝那些 就沒有開的 前面這間也有開的 前面的電相公司也有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 大部分的電相公司是有開的 那我不知為什麼電相公司 是另外這個Essential Worker Essential Worker 這裡這間電相公司都有開的 所以全部的電相公司是有開的 那今天主要就是帶大家去看一下 鎖上了之後 有哪些是開的 那好像這間呢 就叫做Mobile Clinic 那Mobile Clinic呢 它就 屬於叫做 整手機的店 那 任何關於電信啊 手機啊 是有開的 我都沒有拍完 因為 Sculptown也很大 那大概大家看一下 鎖上了之後 是哪些店是有開的 哪些沒有開的 這間電相公司都開了 現在整個電相公司都開了 那 前面的1元店呢 我不走去那邊了 看到是開的 不知為什麼會開呢 那其實它這些都不屬於Essential Worker 為什麼會開呢 那它又不屬於用房啊 它又不屬於千屎啊 它只是屬於一般生活上的用品 那為什麼會開呢 那一間呢 那一間呢 就是 專門手機的配件啊 那它都開的 那我們走去前面上去先 聖誕之快樂啊大家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就不是傳說中 不是傳聞中 的那麼多人 那很多店鋪 其實都是真的沒有開的 這裏是三星的kiosk 他們都有開 所以總而知是 那些 關於電信方面的那些東西呢 是開的 那主要就是今天 拍一下 啊 Scarbo Town 那就傳聞 就他們就 很多人 那 鎖掉了之後 還有很多商品 開了的 那所以特地過來 直擊給大家看一下 那條片到這裏 那喜歡這條片的 記得 comment 哦 喜歡都可以 給個comment 咱 唱 唱 戟